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七點半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開始今晚了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這一場 就是我們團隊是從花蓮上來的 我現在特別解釋為什麼今天有這場活動的產業產生 我們是花蓮哲舞以及原住民族文獻雙月堪 那上期來我們在花蓮這兩年都是在做一些傳統 不是在地底的一些討論 尤其是跟原住民族相關的 尤其是文獻相關文史包括一些田野紀念這樣子 那其實上個禮拜我們也才剛辦完另外一場 就是從史關然後談文獻 從文獻談史關 就是說所謂的文獻是大家想說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 第二場在台北 今天的主題其實是在談少主 那其實這一個傳統跟消失這個領域這個部分 是跟我們今年原住民族雙月堪的其中一期的主題是有關聯的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這個主題其實受到很多的關注 尤其是前一陣子傳統領域這個土地議題其實蠻熱絡的 所以我們想說透過這個政務的論壇的形式來好好的去聽來談 然後讓更多除了花蓮或是其他地區的聽眾能夠有更多的理解這樣子 從剛剛大家的介紹我們真的知道就是說 真的是大家都有備合來這樣子 那其實都是在這個議題上有不同的領域的關注 那今天的講者 今天主題上我們會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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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尾倫同學 欸 這其實是我們的作者之一 那因為他長期在做少主研究也跟少主主 一起在做故末地圖的調查工作 所以他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 那張惠東老師就更不用說 那今天就是老師會從那個 穿透領域這個部分調查會議 以及老師自己獲得向山的一些相關研究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不再用大家的時間 我把一下時間先交給主教練 謝謝大家 就是這些 剛剛就是稍微清晨一下 然後應該要放一下少主的簡介 可是就是因為時間廣貴 所以我比較主要是在講 調查傳統領域的過程的部分 那 就是題目是少主的日常 被取代的傳統與消失的領域 好 那我先講好了 就是在開始講題目之前我想要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看來大家都是為了張惠東老師來的 就是剛剛沒有人認識我 對我是結會了 那我現在還是學生 就是我在技一大的東南亞學系 人類學碩士班 還在舊主當中 那少族 伊朗少也是我的田野地 就是之後論文會寫相關的部分 那也就是因為接觸到少主 所以開始就是加入他們的傳統領域畫社小組 也是成員之一 那主要的地圖啊 或者是調查工作也都有參與 那講到少主的土地流失 我想說大家應該會略懂略懂 就是他消失的領域 大概會先講他幾個變遷的大事件 就是主要是這幾個大事件啦 就是從清代他其實是 中部水沙蓮的算是霸主 因為他算就是有六色領域非常遼闊的 他包括我們算起來大概有七萬多公頃 是少主的領域 那就是其中包括埔里啊 魚池啊 或者是水里 吉吉 中療 肚骨 都有包覆到一點 那就是因為還因為範圍太大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發生 郭板年事件 然後平谷族群來 然後還有築地給他們使用那樣子 那也就是跟現在他們跟平谷族群的關係 非常密切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那到日治時期就是1934年 興建水庫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日月潭 其實以前的潭面並沒有那麼大 那那時候也是因為要興建水庫的關係 他們很多住宅 他們舊社舊部落 現在是在潭底下27公里吃的部的地方 那那時候他的部落還有他的稻田 全部都被淹沒 那他們也被移居到現在的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去過伊達少嗎 就是那個商店街那一區 他們叫巴勞堡 就是那時候被移到那邊去居住 那再來一個重大變成是勢力重化 是1980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就是勢力重化的政策 把他們的賽谷場就是滴水延以外的空間 都會化成馬路 但是那其實他們很重要的即時空間 那1999年就是久而一大地震 他們的房屋幾乎全倒 然後搬到現在的伊達少部落 就是現在友誼區組合屋的部分 他們從那時候1999年一直住到現在 但他其實是為期兩年的住宅 那2013年就是等一下 張老師比較熟悉的象山BOT案 那時候也是非常積極的抗爭 那最近就是從2015年那時候開始 是孔雀人的BOT案 那去年到今年也有一些動作 那等一下會帶著說明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水沙蓮六色 那時候清代的時候 少族的領域大概初估是這麼大 那紅色點的部分是有地氣的 就是是有真的有那個文獻有記載 他們曾經租給誰租給誰的部分 那整個初步估計就是七萬三千六百公頃 那以前的日治月潭 這樣不知道清楚 我把現在日治月潭的範圍 跟日治時期的圖疊起來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是現在的潭面 那有線條的部分是那時候的 日治時期的台灣寶圖 那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範圍變得非常多 尤其是中間的這個拉姆島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他現在只有這樣子而已 但他其實在淹水之前是這麼大一塊 這是少族人非常重要的最高祖陵聖地 就是他們相信祖陵是居住在上面 而且有許多重要的儀式是必須到上面去進行 可是因為檯面淹起來 所以八公頃縮減到不到一公頃 現在就是上面有一棵很大的樹而已 那因為調查傳統領域 就是在二月的時候有發布了一個公告 就是劃設辦法 那少族就是也在最近就是決定 就是送圓明慧的公告範圍是這麼大 那等一下也會在後面說明 為什麼會從就是七萬多公頃到我們送的 其實只有兩萬四千多公頃 那剛才也提到就是一打燒波羅 這個就是九二一地震之後所蓋的組合物 這個是由族人自酬經費 然後請現役建築師來這裡規劃設計所蓋的 就是一個社區這樣子 那就是其實環境非常的辛苦 那為什麼會一方霸主變成就是住在這樣的組合物 而且甚至連這一塊區域 那時候在2006年的時候也經歷了一次BOT案 那時候南投縣政府說這邊是他們的地 地全是南投縣政府 可是為什麼地幕會變更到那邊也不知道 那他們打算在這裡蓋一個文化園區還有旅館 要把邵族人搬到就是靠檯面的山坡地 他們打算先把這裡拆掉再去興建那邊 但是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他們非常堅決的反對 因為你把這裡拆了那你不可能會改 那邵族人就沒有家可以住了 那再來要談被取代的傳統 邵族現在到底面有什麼問題 消失的領域影響的當然就是居住還有漁獵 還有他們的記憶 這是最重要的幾個點 那邵族現在遇到的實際問題 他的日常是什麼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就是電費單 他們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的家園被拿興建水庫 可是他們的繳的電費 是從地震一直到前兩年 他們繳的是一個月要9度到11度的電費 因為他們用的是臨時用電 從921那時候就一直沒有解決 他們剛剛那一整批社區只有一個電表 他們的電費是累計上去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個地不是他們的 這塊地的所有權是南投縣政府的 所以他們在這裡沒有辦法 有地址去申請那個電表 他們用的一直都是臨時用電 他們的家園被拿來發電 結果他們要繳全台灣最貴的電費 就是他們常常說日月潭照亮了 全台灣卻讓邵族陷入黑暗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以前的日月潭 現在的日月潭是長這個樣子 觀光船在潭面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但是其實以前這裡是邵族的非常重要的 魚獵場所 他們會放置魚泉或者是製作浮魚 讓魚去上面採染 讓他們捕魚 或者是訂製放在那邊的魚泉 那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船浪非常嚴重 影響當地的生態環境 他的激起的船浪會一直侵蝕周邊的土 那不只他的植物沒辦法生活 他的魚也會被這些船浪給嚇跑 邵族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在這裡捕魚了 那這個是日月潭的環潭步道被就是有前幾名有上榜的 可是他們在挖的這個步道的地基 是邵族人的墳墓地 就在潭的周邊 這個也是就是邵族人還蠻累的 哪裡是不是又偷偷動工 哪裡是不是又在挖什麼東西 然後再去跟日晚宿 跟南投先生土抗議 就在前幾次就是去台北抗議 那個同學人BLT的時候 他們又在旁邊偷偷挖了一個造船廠 要準備開工 就是常常這種事情是邵族人的日常 就是每天要一直抗爭 然後要一直看周邊環境 是不是又哪裡被挖 哪裡被這麼講 那祭儀呢 就是剛才講到滴水延以外 空間被規劃為馬路 那原本做祭儀的地方怎麼辦 祭儀還是要進行啊 就只能在馬路上 就這樣圍起來 自己放告示牌 然後自己圍著主幹 還是一樣跟祖靈對話 還是一樣圍起他們的祖靈信仰 他們用這種方式在進行 但是去年的白曼祭 對面飯店 正在施工 他的那個施工的噪音 嚴重影響到那個女祭師 在祭祷的時候的祭祀 完全聽不到 就是聽到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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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的聲音而已 就是邵族人現在面臨的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而且大家知道邵族一年有非常多集點 就是大家知道什麼安美祖神 最大就是封煉機啊那種 他們不是 他們大大小小一年有14個祭典 大大小小 一年才12個月 他等於 而且一個祭典不是只有一天 像祖靈祭如果是大過年的話 他會長達將近一個月 20天是他們的祭典 所以他們跟祖靈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 而且他們祖靈信仰也非常強 那要在這個樣子的環境下做記憶 也是因為這個領域的消失 才會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那談呢 剛剛講到他的祖靈信仰是非常強烈的 其中最重要的與祖靈的溝通者就是女祭師 回歸了九年 今年好不容易誕生了一位新的女祭司 他要去坛 要去拉魯上面 就剛才大家知道中間那個拉魯 要去上面求屋 讓祖靈就是願意教他 願意教他這些記憶的知識 他為了要到這個船上去 為了到這個坛的拉魯上面去做這個儀式 就是族人必須要跟相關單位 日管處或者是這些船家去協商 頭幾個禮拜就為了三個小時的停航 希望保持檀面的平靜可以 就是讓 因為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是要看水面的狀況也沒有冒號 表示祖靈有承認 然後也要搭那個扇板船到拉魯上面去 那如果是觀光船的船浪會讓三百船非常危險 所以必須要要求進航 原本是希望進航一天 但是一直這樣就是一直這樣協商的結果 只進航了三個小時 這是邵卓人面臨的狀況 邵卓人就只能這樣子在自己的領域上 只能遙望不斷的語言訴說 然後一直不斷不斷的協商 就只是因為他的傳統領域被消失了 好那因為要了解為什麼會消失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我沒有辦法從幾百年開始說 因為我現在只有30分鐘 那我就講最近的事情就是我參與的部分 其實我是從2015年的10月 開始進入少族的部落 開始認識少族 那也在2016年的4月 開始參與正式的參與傳統領域的調查 就是加入小族 然後與少族的協會簽約 那為什麼要這麼正式的開始調查呢 因為在2016年的1月 他們去了孔雀園力排宣示主權 這裡不要蓋BOT的那個飯店旅館 那也在2016年2月 部落會議全數否決這個BOT案的進行 可是大家可以看後面一連串的說明會 公聽會他們還是照著程序好 因為他們早就已經簽約了 然後即使他們就是在11月的時候 有去監察院陳情 就是到現在還是非常困難 那政策方面 在今年的2月 畫色辦法已經公告了 可是他要求就是我們在11月的時候 去上一個就是教大家怎麼畫地圖的課 可是大家知道那個畫色辦法 他其實要我們在8月的時候送計畫的申請 因為如果你要法定公告必須走那個程序 所以8月的時候要送那個計畫申請書 然後他在11月的時候教我們怎麼畫地圖 他在12月底今年底 他就要我們交成果報告書 就是到底有幾個部落做得到這件事情 也是打個問號 那這個就是基於原機法跟這個畫色辦法 他所定義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開始少族的傳統必須調查 就是綠色部分 在2016年的10月我們有去做了一個巡禮 就是走以前六社的路線 就是族人還有兼史蘭老師 我們一起搭著遊覽車 去走了一遍我們傳統領域 那也在後來就是經過這一連串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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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同時我們也一直在找文獻 然後收集口述資料 然後畫地圖 然後也在8月的時候 8月15號決定法定公告 但其實一開始我們只是要制服公告 為什麼會走到法定公告的程序 就是因為在8月12號的那個環評 孔雀員的環評說明會 南投縣政府非常強調說 我們不需要經過諮商同義法 因為你們還沒有公告你們的傳統領域在哪裡 所以我不確定孔雀員是不是你的 我不需要經過這個程序 所以我們就決定 好那你既然要這樣講 我們就走法定公告 不然其實我們自主公告就OK了 那我們也就是在8月13號以前交了計畫書 然後也在10月的時候通過部落會議 就表示已經取得全部族人共識 好我們今天畫的傳統領域就是這個範圍 就剛才前面有看到那個2萬多公頃 好我們先送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在就是前幾天12月1號的時候 繳交了成果報告書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們非常的急 因為我們很怕孔雀員會再一波動作 他從8月到現在已經沒有後續的行為 我們很怕他又突然蹦出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很要求就是圓明會讓我們儘速 就是趕快走完那個程序 然後我們通常都搞 然後我在12月要交成果報告書的時候 我跟圓明會就是溝通 就是欸我們是不是要交什麼什麼 跟他確認完 然後他說欸你們可不可以晚一點交 因為我們的那個設施要點什麼都還沒有弄好 所以我們這個程序可能還要再走了一個多月這樣子 你們可不可以再晚一點交 所以我們現在就等於有點被卡住 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但是就是上面還沒有辦法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法定公告 我們現在只能祈禱就是他的程序可以趕快走完 讓我們可以就是獲得那個保障 法定公告的保障 那才可以確定把那個孔雀人士屬於少族傳統名譽 在圍內 那這整個調查過程到底難在哪裡 為什麼會一直說話不出來話不出來 到底困難也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佐證 就是你不能說欸這是我的就是我的啊 你一定要有文獻或者是有奇遙口訴 才有辦法證實 那文獻的部分 他是掌權人寫的 所以他就是可能與在地的觀點會不符合 然後他也可能年代久遠需要推測 那也有可能他的舊地名跟現代喜悠也不符合 這些都需要一直去就是辯證或者是去觀察 然後他描寫也可能不是那麼詳細 那也可能有沒有明確的界線 像其實少族還蠻多文獻的 因為四月潭就是從很久以前都被觀光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就是關於四月潭的描寫啊 然後會寫到藩人多少啊 楚音怎麼樣怎麼樣的 可是他都沒有很明確的寫說 那到底到哪裡 他可能就寫說啊 集集中寮入古一代 一代到底是到哪裡 那底下那個舟族或者是不同族 右邊的不同族也會抗議啊 就是不能畫到我這邊 可是其實潭南以前也是少族的傳統族 這個大家比較清楚 因為是比較最近的事情 那以前是你到底傳統族要畫到哪個年代 也是大家一直在講 就是說欸那如果潭南現在是布農族的部落 那可是清朝就真的就是少族了 那如果畫下去以後 布農族怎麼辦 就是他有沒有要搬走嗎什麼的 這種都是在畫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直冒出這個問號 可是我今天沒有要多談這個部分 反正就是這個是我們在畫地圖的時候 的困難點 而且那個界線會一直移動 就是根據年代什麼一直移動 他也不可能是一個清楚的界線 他可能今天就多跨一步 明天就少跨一步什麼的 對 那口述的部分 其實在調查初期 我們就遇到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點 大家那個啊口述就去找齊老 找老人家問故事啊應該很簡單 少族的人真的非常少 齊老也真的非常非常少 那在調查初期 我們就痛失了好幾位齊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齊老 就是最後一位在舊社 就是他們達林國安舊部落生活過的長老 然後還有一位是高家的領唱 高昌風化工 就是他們對傳統領域是比較了解的長老 可是我們現在變成是沒有人可以問 那怎麼辦 對啊 這就是調查過程的一個困難處 那再來是圖資 就是他要求我們要教Google Earth 或者是之類GIS的圖檔 那就是定位跟參查要怎麼做 定位也是很多專家學者怎麼討論過 因為這界線是模糊的啊 要怎麼畫一條明確的線 那可是我也不是專業的這個地圖的 會繪製人員 那我也只能用Google Earth去畫 那可是我至少我會用就是會用電腦 那我們去圓民會辦的年期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是部落長老 他們想要自己畫地圖 把自己知道的人畫起來 可是他們不太會操作這些 那又沒有相關就是這些專業的課程 他們到底要怎麼畫這個地圖 也是為什麼傳統領域的調查工作 一直很困難的原因 那這些傳統知識 到底要怎麼現代工具去呈現出來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難道就是在地圖上 真的可以明確的表達那些獵人啊 或者是這些農耕啊 這些知識嗎 有辦法嗎 非常困難 還有一個是勘察 就是其他的族群 可能都是比較在高山 或者是要爬山的地方 但是少祖 他的舊部落 還有他的耕地都在水底下 而且他不是潛下去就好耶 他底下都是淤泥 他人上面就回一塊土 那我們要怎麼辦 水底 水底考古嗎 不可能吧 我們沒有那個經費 也沒有那個人力 那到底要怎麼做 這就是很困難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就是人力 部落的人要怎麼去參與 或者是了解我們到底在幹嘛 要怎麼去滾動 就是受阻的人真的非常少 七百多個人 全部喔 全部七百多個人 那住在智越堂周邊的 大概兩百多個 那大家都要來參與化社小組嗎 就是調查小組嗎 非常困難 因為大家平常就有自己的工作 或是什麼的 那能夠持續參與的是什麼部分 那他到底又可以理解多少 就是我們在去年十月半的那一次 穿通領域的巡禮 其實族人都非常非常有興趣去參與 就是那一次 大概整台遊覽車都做版的 我們就這樣子去 聽了檢老師講他調查的過程啊 或者是他之前 他有收集一些考古啊 或者是他 因為他也是常行在日月堂 就是少族的地方做調查 那他講的這些地理故事 可能阿嬤他們就會 欸對我聽我阿嬤講過 怎麼樣怎麼樣 那年輕一輩的也會比較有反應 就是透過這種實力去踩踏 或者是勘察的過程 讓族人比較能夠參與 那專業的部分就是 就是由我們來做 那把地圖位置好以後 再請他們看過 欸是不是跟你印象中的 或者是你理解的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那我們再來修正 我們再來互相學習 應該要怎麼畫 或是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那工具的部分就是 就是由年輕人來操作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協商 就是不管是內部 其實少族已經算比較單純 就是他 就是部落裡面的人 他可能是 就是老中輕 他理解的會不同 那要怎麼去協商 那跟外部就是 可能跟周族啊 跟布農族 跟賽爾科跟泰雅族 就是他周邊的族群 那怎麼去做協商 因為我們在 今年9月的時候 有跟周族拍過一次會 因為他們也畫得差不多了 然後就發現 欸有重疊的嗎 因為其實應該有 可是他們就會說 欸這裡是我們可能比較熟 還是怎麼樣 可能是哪個年代的 可能是哪個年代的 因為大家知道少族也說 他們是傳說 是從嘉義 逐白路而來 可是嘉義到底是哪裡 就是其實少族有 他們說有四位長老 其實還住在周族的部落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是 有一個說法是說 逐白路的時候 他們先在那裡定居了 然後剩下的人到是月潭 那有一種說法是 他們是戰爭的時候 因為隔著著水溪 兩兵一直在打 就是他們講交流賽 對 就是著水溪兩岸 然後他們可能是女生 少族的女生 就是用一些交易或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住在周族的部落 那這個也是就是文獻 或是口述可能都會講到一點 講到一點 那現在我們到底要去怎麼定義 怎麼跟周族的去協商 這也是一個就是我們 一直在面對的問題 那更麻煩的是布農族的 就是布農族的 目前還沒有看到有人真的 就是在實際操作這一塊 那我們也不知道要找誰談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是 現在不是真的每個部落都在畫 是有些有畫有些沒有 那我們到底要去找誰 那那時候去就是 就是延期會的時候也有東浦的 東浦布農族的族人就說 欸那個周族的怎麼畫到我們這邊 然後周族就說 那這本來就我們的阿 就是日志時期就是我們的阿 然後說那可是日志時期我們也搬來這裡 快一百年的 你讓給我們嘛 然後就說不行阿 我們畫就是日志時期以前的界線 然後他們兩個就會一直吵一直吵這樣子 然後就說好那就到時候來看一個明慧到邊 要怎麼去寫商 要看共管還是怎麼樣 要畫中間一條線還是怎麼處理 這都是後續要一直在溝通 一直在討論的 那少族到底怎麼跟周邊 或者是外部的團體合作 現在就是大家講到傳理 可能最最先就是 最站在檯面上可能就是那個 抬到部落那邊 那那時候少族又有畫了就是八顆石頭 就是少族實際是七大姓氏 就是周邊的那七個就是他的姓氏 像是 還有 還有 那中間的 那中間的是首部日月壇的少族的那種隨身 他是很像美年魚可是他是男生 還有長頭髮然後還有魚尾 然後他其實他的傳說故事也非常的有 生態保育的那個永續的意義 就是大家有聽過嗎 達克拉哈的故事 就是他是住傳說中 他是住在日月壇裡面的一個水神 然後他就是每天就坐在一顆石頭上 那顆石頭還有地名 他就會在那邊梳頭髮然後整理這樣子 然後就少族會去那邊捕魚啊 就相當如此 可是少族的越來越多 然後捕了越來越多 他就有一天就把他們的魚圈 放置在那邊的魚圈全部都破壞 然後讓少族 欸我怎麼都捕不到魚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發現是他在作怪 他在破壞 然後他們就去打了大戰三天三夜這樣子 結果我就說 為什麼你們要放那麼多魚圈 你們明明就夠吃了 為什麼還要補這麼多 你這樣全部大隻小隻的魚全部都抓到 那以後台裡面就沒有魚了啊 然後少族人才 喔對 我們應該要就是 就是有那個生態保育的概念 就是不可以大魚 小魚都抓也不可以抓那麼多 我們要吃多少就補多少就好 所以那個傳說就一直這樣相傳 他就是守護是因為符合那個守護神這樣子 那就是除了畫石頭去聲援這個活動 少族也有運了兩艘獨木舟上來 就是傳達一首詩 不知道在場裡有人有參與這個活動嗎 就是那時候是端午節 那少族的船這兩艘其實是滑不動的 就是他 因為他的木材不是原本做獨木舟的木材 為什麼呢 因為少族現在取不到木頭 為什麼會取不到木頭 因為少族在畫色元寶地的時候 他還不是原住民 所以之後怎麼畫他的元寶地 就畫啊 你的少族人住的地方啊 就是你家 對 然後所以少族的元寶地是這樣 很零碎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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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他的地都在哪裡 都在就是大家去逛了那些商店街啊 那附近 那個地方怎麼可能種得出很粗大的木頭 他是一棵樹去把他刨空做了一個木舟 那個地方種得出木頭嗎 不可能 那時候就是他們有去山上去說要砍那個木頭 結果被林務局就說 不行啊你們只能在你們原寶地砍啊 你們不可以來這邊這邊是我們玩的地方 然後說好啊那怎麼辦 只能去國外進口木頭 結果這個木頭的材質 對他其實在這些場是滑不動的 那也象徵了就是原住民的權利 其實是在這個社會上是滑不動的 好那傳統領域 所以傳你畫色好了 然後呢 覺得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只是希望這個畫色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再一直這樣子 每次坐遊覽車都是為了抗力 每次來台北都是為了存情 都是為了抗力 都是因為邵族人哪一塊地又被BOT了 邵族人的土地又不見了 邵族人的土地又被賣了 是不是畫色之後 法定公告之後 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 孔雀園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因為每年的6月 農曆6月25號 原是同仁 就是同木 上主有兩個同木 一個是石家的 一個是原家的 原家的同木會到費少 就是孔雀園那個地方做祭司 是不是在檀面上的行駛 就可以不需要再跟任何的協商 是不是那個地方 永遠都可以保留作文族林的祭司地 是不是那裡永遠都可以是 邵族人的傳統領域 而且是法定公告公告文 我們只能這樣的期望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還出現在這裡 我是以臻 然後我是今天主辦單位 原住民族文獻月刊的 就是執行編輯 那也是今天非常就是 分享會的策劃這樣 那剛才其實從偉輪的這個深入淺出 然後從歷史到當代的這樣一個分享 其實看到的是一個 當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消失 一個化設過程當中 一個非常具體而為 一個非常實物的經驗的一個案例 那我其實剛才在做介紹的時候 忘記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要知道一下 因為只有我的觀眾 通常是非常的多元 我想知道在現場的 不管是族人朋友 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們 你們有聽過傳統領域的議題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有聽過的 有聽過的 好 那有沒有去參與過今年2月來 在 原本在台南大道 現在在台大醫院捷運站的 這一個傳統領域相關的抗爭 陳情活動 或者是音樂會等等 有參與過相關的活動 請舉手一下 好 好 那我大概知道 就是我們 大家其實都在傳統領域的議題 有過多過少的認識 但我們剛剛也從 就是委員的分享當中看到 其實傳統領域的議題 它不是一個 我必須指出來 它並不是一個我們 一個原住民族的土地 如何拿回來的問題 這樣子而已 它也不是一個 原住民族的土地 在哪裡我們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的問題而已 它往前追溯到的問題 其實是 這個原住民族的土地範圍 原住民族的 不要說土地 我們的領域跟生活空間的這個界線 它到底是如何被認定 它是如何被族的自己 然後如何被周邊的族群 那如何被漢人的主流社會 一個在這個競爭的過程當中 去游移出來的這個邊界 那這個邊界 其實剛剛韋倫也分享到 它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拿一條麥克筆 然後用實線的東西畫下去 然後就固定在哪一條界線 它是一個 我覺得用虛線的概念來理解的話 它是一個會 它是一個會不斷的游移 而且它會隨著文化的變遷的情況 對不同的成員來說 其實是不同的意義 那所以再加上更深刻的問題是 我們要用 少族是一個相對人口比較少的族群 那對更大的族群來說 我是要以部落的邊界 還是以家族的邊界 還是以一個流域的邊界 去理解跟承認這個我們的空間呢 那其實在這個傳統領域的這個概念當中 我們要去處理的內部的問題 就已經是 它是跟每一個族群的 每一個部落的文化相關聯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 波羅子去面對跟釐清之後 它畫出了一個界線 那這個界線 當碰觸到我們的行政體制 碰觸到我們的國家法規的時候 它會碰觸到下一個問題是 這個原住民族的空間 它如何在當代的國家法律當中 被理解被承認 而且被用一個適當的方式界定下來 那後面這個問題就會是 我們下一位講著 就是張惠東老師 那張惠東老師 他透過他在少族的 象山BOT的一個判例的研究案 他只要擴大 從少族的這個觀點來擴大去談 到底傳統民族的畫設 會面臨什麼樣子的 實務上的困難 那我們接下來先就請我們的 張惠東老師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怕自己講太久 所以我自己設了一個時鐘 好 那今天要講的 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它是蠻複雜的 那因為我之前有在東武大學報告過 東武大學的公法裁判研究會 當時是找了一位 就是剛好在做象山BOT案裁判的那位法官 然後我們來對話 那當時有位張法官 那張法官就說 他完全同意我的見解 所以當時啊 這個我們的火花沒有很多 那當其實火花沒有很多原因 是因為我在內的報告裡面 我也提出了非常多的問題在詢問 那底下呢 我不會去再談那個很細部的 這個邵主象山BOT案的本身 但是我會把當時的問題 再從問題再衍生問題 那這個問題啊 其實最一開始我想我們應該要先談的是 什麼是傳統領域 所以傳統領域的一個內涵啊 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是從這個大家的認知 那這個認知啊 常常我們在要指出來說 哪邊是我們傳統領域的時候 大家會第一個想到就是地圖 那到底原住民族的地圖 他可以告訴我們什麼事呢 這個可以找到在1735年啊 有法國人他們畫的 這是台灣地圖 大家現在已經知道台灣的全貌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以那個時候外國人他們能夠掌握到的 還有當時的華人 漢人他能掌握到的地方 基本上只有一半 我們可以發現他其實只有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是不是完全不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到啊 至少在1938年 那日本人呢 他這個接收台灣啊 這個簽訂馬關條約 他來佔領台灣的時間點 1895年 那到1938年為止 當時他們調查出來的這個地點啊 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是 至少現在三分之二的台灣 至少在1938年的 而且這一個 這個圖啊不是隨便亂做 這是台灣總督府 也就是當時的這個官方 他所承認的這個地圖裡面 可以看到非常確定的 那他也有精度維度 那並不是一個 大家想像出來的一個地方 在我們現在的法律裡面啊 從原基法 他授權制定出來的 這一個有關諮商統一辦法裡面 他的這個條文 第三條裡頭有講到 什麼叫做傳統領域呢 他說按照這個辦法所劃設的 原住民有關 記憶的地或者是祖陵的聖地 或者是部落的土地 列區的土地 耕墾的土地 或者是其他土地 他跟原住民文化有關 他跟原住民的傳統有關 他的習慣有關的那些土地 而且他還限定在土地 就算還是公有土地才是 這個辦法裡面所指的 這個傳統領域 當然在我們的想法裡 會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不要限於公有土地 那這個但又成為了一個爭議 那我們在法院做出來的判決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爭點是什麼 很大的爭點是 法官一直在問少族的人 法官一直在問原住民族委員會 你憑什麼說那個土地是你們的 那前一陣子有一個 我個人認為非常棒的一個紀錄片 叫做一個蘑菇 叫鹽的記憶 那這裡面有一幕 也就是當時一位泰雅族的 這個傳統領域畫色的一位工作者 應該叫巴翁對不對 他在裡面非常義憤提音的講一句話 他說 每次我們要畫傳統領域 然後政府機關就會問我們一句 你們拿什麼來證明這個是你的 那這一句話我覺得實在太經典了 一次我就把它截圖 截下來 對 其實問題都在這裡 對法院來講 對行政機關來講 甚至包括第三人 也就是一般的私人來講 他都會說 你說這傳統領域是你的 那你拿什麼證明 那拿什麼證明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我之前去查的一個資料 這是少族的 當然是少族的傳統領域 少族傳統領域 當時我為了要查一下象山在哪裡 我就查了那個 我忘了誰的書 我回去再查一下 他裡面就把這個象山給標了出來 所以少族他目前 就是以前他們調查出來這些傳統領域裡頭 象山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日月台 然後呢我也去翻了一下這個日治時期的這個 這個台灣寶圖 那台灣寶圖裡面 他講到少族的領域 他說主要以沙蓮寶的 濁水溪流域 還有五成寶 土裡舍寶這一帶 其實他旁邊還有一大塊 下面還有一大塊 濁水溪流域 那我就 我就沒有去把它結下來 此外呢 在地圖裡面 在這個明治版的 1904年的這個日治的寶圖裡面 也很明顯的看得到 當時有標了象山 所以到底象山算不算是少族的傳統領域 至少我翻查到的文獻裡面 都有直接標明象山這個地名的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 那當然因為我也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 但是以我目前查到的一些文獻來講 象山應該是 那同時也不只是如此 你可以看得到 在1903年 那個伊藤家舉 他受台灣總督府的委託 他所做的調查裡面 他也提到了這個水沙聯邦 其實很好玩 他裡頭都會講到 日本政府去打誰 日本政府去打誰誰誰誰誰 像他水沙聯邦的討伐 的前一個是 這個阿里山邦的討伐 等等 他日本政府怎麼去教訓 這一些不聽日本政府的話的 這些原住民 他都把它一個一個寫下來 那應該還有一張圖 還有這個 例如說像這個 到底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當時佔的這些土地 到底有沒有 有是有還是沒有 這個非常有趣的一本書 就是台灣統治概要 也就是當時 日本人快要完蛋的那一年 1945年 截至到日本人要走的前一年的這一年 他們還出版這一本 台灣統治概要 台灣總督府出的 裡頭還在講到有翻地 你知道要知道1945年 接下來就是國民黨來了 國民黨來的時候 日本人都還承認 有所謂的翻地存在 所以這個應該在 官方的資料上面 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那我們先講完了 前面這個傳統領域的一個存在 之後呢 接下來要講到 象山BOT案裡面的一些重點 像BOT其實很長 這個我就不講 重點是 我就在講這一個 就是台北高等時間法 104年的這個訴訟案 這訴訟案裡面 他主要就是說 有一家 有一個私人業者 他想要在象山那邊開一個飯店 那他想要開飯店呢 南投縣政府 這個還有呢 這個原住民 大概這個少竹的部分 然後還有另外像原民會等等 這三方在法院裡面互相交戰 那業者提出來一些問題 第一個 他說 什麼叫傳統領域 這個根本就是不明確的東西 所以 依照憲法的規定 你如果要確定這個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有法律 沒有法律的話 就不可以隨便講說 這是傳統領域 所以我不能開發 那第二點 他說到底什麼是傳統領域 誰來解釋呢 也不是你原民會講了就算了 第三點 他說 這個做法 目前的做法 要求他們要 這個 旅行 原機法21條 原住民族 或部落的這個諮商統領的程序 這件事情 不公平 為什麼不公平 這台周邊 到處都是飯店 為什麼人家不要 我現在就要 然後他說 人家以前就蓋了 那最近才剛蓋好一個 為什麼他不用 這個講不出來 然後呢 還有他說 那你政府 在那邊蓋那個巷山的那個 那個旅客 遊客中心 為什麼不要 這些人也都完全講不出來 所以他說 你這樣特別要來咬我 就想把我咬死 這完全不公平 這一點我覺得是有 一點點道理的 也就是說 你其實應該 其他人都要求重做 對不對 補作 就像人家要求補作環評 你應該要求他什麼 補作21條的這個諮商統領程序 很對 可是當時 我們去翻遍了法 這個法院的法官 他就沒談這一點 然後另外呢 這家公司也說 他說水射一指 巷山一指 只是疑似一指 我也都已經有好好的保存 然後另外他說 原民會以前 以前在這個 這個 以前曾經表示過 說不用 這個不用做原機法的這個程序 後來又說要 你一下說要 一下說不要 我才 我真的是被你搞到有點 這個 不知所措 那行政院 他表示了一件事情 他說 到底是不是原住民傳統領藥 我們行政院都尊重原民會 原民會說是 我們就說是 原民會說不是 我們就說不是 第二個 這個傳統領藥是原民會的職權 那請法院去向他 含詢 那只要原民會表示一件 我們行政院就會辦理 他意思是說 上級的這個行政院 一定會 這個聽原民會的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如果看最近的這個報導 其實好像行政院並不一定 就這麼挺原民會 那在那個案子裡面 邵族 邵族的代表 這個代理人 律師他提出來說 原民會對於原機法第二條 他對所謂傳統領藥的解釋 他應該是有一個拘束力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 原民會他是挺邵族的 也說他的解釋是認為 象山這一塊是 是邵族傳統領藥 那另外他說 行政院也講 也有講過 其實呢 以現在的這一塊 象山的這一塊領域 你如果要做開發行為的話 你應該只要履行21條的這個要求 得到這個原住民族 他部落的同意拆行 那法院 其實他主要就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我現在就是搞不清楚 你們這三方一直講來講去 我其實不太確定 到底這塊土地 上面要蓋飯店這塊土地 到底是不是傳統領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然後呢 這個土地附近 到底有沒有涉及 文化資產保存法的遺址 這兩件事是事實問題 我現在只想先搞清楚事實問題 那把事實問題搞清楚 我們參談這個法律問題 結果呢 他就喊這個 去了四個單位去問他們 很好玩 這四個單位的回答都不太一樣 文化部說 這個土地啊 是疑似遺址 不是遺址 他是疑似 那東京的話說 是就是遺址 原民會說 到底是不是傳統領域呢 這個呢 我們請你看一下 我們以前就有找這個 很多的學者 做過了這個傳統領域的調查報告 所以呢 他就把調查報告都寄給法官 就法官拿到我就氣死了 這話他跟我講 他說 什麼東西 為什麼拿了一個學校 學術單位 老師的研究計畫 調查報告 就丟給我法官 然後叫我認定說 這個就是 紹德傳統領域 什麼跟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這個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就認定 然後呢 另外 原民會都說 而且喔 你看那個法官 你要知道 我們以前講的話 法院的法官有聽過 什麼法院 我們很多這個刑事法院 很多的原住民 在這個傳統領域裡面 他採這個森林的副採木 或是法木等等 後來被告了 我們都去法院講 這個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法官都有採 所以你現在行政法院法官 也應該要聽我們才對 因為以前法官都有聽 然後還有另外他說 這個旅館行列 就是開發行為 所以有21條的適用 那交通部觀光局啊 他就說 到底是不是 不是 要升21條 這個要問原民會 到底是不是遺址 你都要問我 不怕不 所以 交通部觀光局 什麼都沒回答 法院最後 聽完大家 說中說西之後 他下了一個判決 他判決 判邵族贏 但大家知道 他判邵族贏的原因 跟原機法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是 因為當時的律師 他採用雙邊策略 就拿雙刀流 右手拿原機法21條 左手拿環境影響評估法 最後是左手拿的那一把刀 把業者砍死了 而不是原機法21條 那法院當時說 傳統領域 他認同應該要有法律未接 的一個法規範來規定才對 我們因為是大陸法系的國家 大陸法系 在整個國家裡面的法規範 他有主要三大類 第一大類叫憲法 第二大類叫法律 第三大類叫命令 所以憲法最高 法律次之 接下來是命令 法律不能抵觸憲法 命令不能抵觸法律 命令也不能抵觸憲法 所以他有這樣子的位階 法律是什麼 法律依照我們的規定 他是一定要立法院三不通過 的那種東西才叫做法律 那如果是 例如說原民會自己發布出來的 那個不是法律 那個只是命令 所以法院說 如果要規定傳統領域的話 一定要法律規定 如果是行政命令的話不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說 那可是現在沒有法律規定 我怎麼去認定 是不是沒有法律規定 不能認定傳統領域 道也不是 法院就說 你如果要化病傳統領域的話 請你給我一個客觀的證據 你告訴我他為什麼是 證據在哪裡 證明給我看 Show me 告訴我 你到底有什麼證據 證明這裡是 那第三個 他說 他說 他就是反駁圓民會 他說 刑事法院覺得怎麼看 跟我行政法院 沒有關係 他們要採認你的說法 那是他們家的事 我行政法院自己認定自己的 我們要講 這個判決 他其實為什麼會變成要去討論 這個傳統領域的問題 例如說你會不會去跟人家爭說 我們家 你現在你住的地方 你有房地器的地方 去跟人家爭說 這是我家 這是我家 你去不需要 其實是不需要 明明是你們家 為什麼現在會變成 你還要去跟人家爭說 那是我家 其實這一開始就是 從日本時代開始 日本在1895年 一佔領台灣以後 第一件事 他發布了一個 官有靈異 以及張老製造業 取利規則的第一條 這條 如果有搭日文會的話 他這一條很 很威耶 他說什麼 所有権有小米是北起 這件 其他人的格子小泣去 山林権有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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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全部 全 他說什麼 你沒有辦法 泣去就是沒有 沒有辦法證明所有權的 這種地圈 或是沒有其他確證的話 那這種所有管理的山林 原野全都屬於國家了 那我覺得很有趣 1895年才剛來 各位如果我現在跟你講一個 講我發布的命令 我現在假設是這一間 教室 這個演講廳的我很好了 我說 我們現在開始規定 凡是沒有拿到 我發給你們的 這個所有權證明書 的東西都是我的 那你可以想像你的下場是什麼 你當然一定沒有我發給的證明書 你怎麼會有呢 因為現在才開始施行 這個土地登記制度 以前原住民怎麼會施行 土地登記制度呢 那這不是一個 土地流失的一個最好的手 這個剝奪或者說搶奪 一個最好的手段嗎 而且日本人搶完以後 國民黨在這個1945年之後 他又接收日產 接收來反而是國有 但是他又讓這些國有土地 國有的財產又私有化 例如說他利用國營企業的方法 等到賣出去或者是說 這個 國營企業等等的方法 他又慢慢流出去 又變成到一般人民的手上 所以 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 其實從這裡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去把這個原件翻出來 很多人大概都聽過 都聽過這一個 官友林業及張腦製造業 販賣 這個取締規則 但從來沒看過原件 Corewa原件です 就是這裡 這個第一條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的 你們有辦法想像一個殖民政府 一開始他這麼的想要張腦 為什麼他要張腦 因為那時候張腦其實是一個軍用物資 對於戰爭來講非常非常重要 他重要性好比現在的石油 所謂的我常常講 這個以前古書上有云 匹夫無罪懷敵其罪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會被打呢 為什麼被人家揍 為什麼被人家搶 因為身上有一塊玉啊 原住民的土地 為什麼會被日本政府搶 因為他所擁有的傳統的土地上 有著日本政府這個政權 他所想要的東西 我們看到這一條的時候 其實 我去把他找出來的時候 震探了一下 覺得真的有法文 真的有條文是這樣寫的 我們在講到這個傳統領域的時候 如何去證明它 我覺得有些困境 他困境首先啊 第一個就是說 原民為他所認定的傳統領域 法院根本沒有辦法承認 為什麼 這邊的法律人沒有那麼多 但是如果是念法律人會知道 由於法院他只要一認定 那他就有所謂的對事的效率 他至少還可以在這個判決裡面 他會拘束很多人 他有寄判例的 所以法院常常不會很輕易的講說 這個東西一定就是你的 或一定不是你的 所以他在認定事實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謹慎 所以法院就質疑說 你原民會寄了一個學術的調查報告給我 這個學術調查報告是說 這個象山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果範圍內 請問一下這個到底是不是原籍法第十九條的原住民族地區 那原民會並沒有告訴法院說是或不是 所以當時法官他有點生氣 他當時啊 在我們這個裁判研究會的時候呢 他一開始不知道台下有原民會的人在 他就說 原民會 然後後來這個 有原民會的人在 他就說啊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下個原民會的人 但是你們 沒有善盡舉證責任 就是他認為 你沒有好好的舉證 因為啊你怎麼可以拿學術研究成果 只是說他就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呢 中間是不是還有一個說明 論證或者說怎樣的法定程序 你完全都沒有 我真的不敢直接就說他是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變成什麼 母法 就是原基法 他授權制定的法規命令 一直都沒有發佈 雖然有這個諮商同意的這個辦法 可是他其實是用範圍啊 他指的是什麼 他指的是哪一些 哪一些範圍的土地 要適用原基法 21條第一項的這個諮商同意 可是呢 到底什麼才是傳統領域 他的一個原來的母法 其實一直此時未見公佈啊 這是一個 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說 剛剛講到的化社之後會怎麼樣 現在有一個原民會跟我們這個原住民團體 產生一個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就是在這裡 原民會擔心喔 你化社之後會對這個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土地啊 會跟現在已經佔有這些土地的漢人 或是說非原住民 產生衝突 而我們憲法裡面有保障私人的財產權 那這怎麼辦呢 現在的辦法 為什麼化只有公有土地 因為原民會的看法似乎是認為 我先化過公有土地 可以先避免這件事 以後要處理私有土地再處理 只是第二句話 他沒有講 我在猜他是不是這樣想 那所以是不是他在想要先分階段 是否他認為我先處理能處理的 不好處理我後面再處理 那可是這個問題就變成說 那到底跟私有產安全的衝突 你要怎麼解決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就算是把私人的土地 現在的生土地劃進去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所有權啊 這個私有產權也不是一個 所謂的神仙不可侵犯的一種權利 他事實上是有社會義務的 那我們看到大法官裡面有講 他說私有產權他其實受到社會責任的限制 私有產權也受到生態環境責任的限制 所以並不是不能夠把它劃進去 那從這個四字四百號解釋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財產權的問題我覺得 是不用那麼樣過度的去擔心 只是說我們進一步還要談 剛剛講化了傳統語言 然後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我之前在思考很久 那我就發一下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針對化了傳統語言以後 到底能幹嘛 這個問題我也問我自己很久 我去翻了很多書 就大家都沒有講 所以我就決定我不要看別人 我自己來找好了 我就把所有的法規裡面 跟傳統語言有關的法條 一個一個翻出來看 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命令我全都翻出來看 他可以有哪些權利 一旦他把它劃設到傳統領域裡面的話 首先第一個就是原基法21條的 你如果要在這個私人的 私人或是政府要在這個傳統語言上面 而且你要去問他等等的這個權利 第二個是他可以在上面狩獵 第三個是依照森林法 他可以採取森林產物 副產物 還有第四個 森林法裡面 如果這個土地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話 那麼這一個原住民族或這個部落 他有優先執行權 這個森林的護林造林等等 我可以先來接受這個林務局的委託 然後第四個而且他有貨物管理權 還有他可以採取圖師 還有另外還有一些相關 例如說你如果畫色以後 你可以在這個土地上面 進行記憶等等的這些傳統的這個權利 所以傳統領域他到底有什麼內涵 如果你畫色以後會有什麼內涵 我個人認為從剛剛那個幾個分析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傳統領域其實 他的權利的種類有很多 而且我們從他的定義裡面可以知道 他有的是記憶的 有的是打獵的 有的是根肯的 其實他不是一種 他其實很多種 很多種土地的類別 就像我們現在有住一住二住三 對不對 在土地的類別上面 也有這個商業用地 工業用地等等 他並不是一種而已 然後所以我們如果要進一步討論的話 傳統領域到底能做什麼 我們要去看一下他土地的性質 你才能知道他的權利內涵 那另外不同領域的 不同性質的就是傳統領域土地 我想他的畫色和他的實體規定 應該會有所不同才對 要更細緻一點 那接下來我要談到一個隱憂 什麼隱憂呢 以現在的這個畫色辦法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什麼畫色 我說你先組畫色小組 然後給鄉鎮市去公所 再給鄭鎮市縣市主管機關 再給圓民會 然後圓民會 圓民會就會找其他的土地管理機關 這也是行政機關 然後接下來就公道了 然後請問你 這裡面啊 非原住民呢 這裡面呢 其他的部落呢 這裡面呢 其他的原住民族呢 以剛少祖來講 那周邊全部都是 我不能說是怎麼樣 但是他們就是很多的財管 很多的人 很多要做生意 那你畫色以後 你有沒有先問他們 他們的意見呢 這裡面沒有欸 第二個 布農族呢 周族呢 泰雅族呢 賽德克族呢 他們的角色在哪裡 也不知道 那其他還好 因為少祖的部落少 有一些族他很大的 就說泰雅族 布農族 你這個部落畫了自己傳統語 那我隔壁部落 這裡也是我傳統語 部落跟部落之間的程序 在哪裡 在這裡面也是比較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隱憂 另外第二個隱憂是 我自己比較 一個特別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原住民族的 這個權力 在訴求的時候 傳統語的訴求都很重點 可是我們不管在美麗灣 訴訟案裡面也好 我們在象山BOTA裡面也好 很多原住民族有關於土地的權利的問題的時候啊 最後能夠解決問題的都不是 都不是靠原住民族相關法律來爭取到權利 反而是靠一般法 都是靠到這個環境想評估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難道不是一種被邊緣化嗎 這是我覺得的一個隱憂啦 那還有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諮商同意 它的一個制度其實是蠻複雜的 為什麼複雜呢 例如說 以一個飯店要開發來講 在我們法律上 它會有一個主開發許可程序 這個飯店要開發的時候 它其實不止一個程序 它包括諮商同意程序 都市計畫程序 還有其他的 像譬如說環評程序 那以 例如說像這個礦業 他們在開礦的話 它除了原來的這個申請程序以外 它還有設定的程序 它環性向評估程序等等等等 所以其實原基法21條的諮商同意 分享等等的這個程序 它是在很多的程序其中之一 所以它是 它會產生所謂的多階段 的這種很複雜的程序 請問一下它先還是它後 它先還是它後 那怎麼辦 這在我們法規上 目前還比較沒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那還有另外我個人認為 這裡面有幾個點 我現在有想到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不能 不能在前面的時候先拿一個 你想好的 佔這個還不錯的部分 拿來叫我同意 同意 你後面再改 是不可以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這個 如果你把它改掉的話 你應該要重新再拿來給我 重新再進行諮商同意程序 那到底是要先進行21條的諮商同意程序 還是先去跑其他程序 最後原住民族再來同意呢 這個我也沒有答案 我覺得好像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 但是到底要怎麼弄 可能要有點智慧 因為你很早就 就先做的話 後面的變數其實很大 它後面的變的話 你會措手不及 那如果你用的太晚 它前面還品也給你做了 然後那些程序都已經開發了 房屋也給你蓋了 到時候你才說我不要 那時候你擋得住嗎 你也擋不住了 所以到底 諮商同意程序要在什麼時間點開始做 這個也是需要智慧的 然後另外呢 他的法律性質 這個太法律了 我就跳過 最後結論 法院的法官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到底是不是傳統名譽 給我證據 可是問題在於 什麼證據法院才承認 判決一定是看不出來的 我們真的目前為止 不知道 要到證明到什麼樣的程度 法院的法官 他才會說OK 這是你的傳統名譽 還有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的政府 凡是都把原住民族的事情 特殊化來處理 反正這個轉型正義呢 我們現在的轉型正義 是我們要弄的 那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只是另外一個轉型正義 一般漢人的土地 這是漢人的規定 那原住民都另外處理 把你包一包捆在一起 然後你們就另外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常政府都說 原住民是特殊的 你是特別的 所以我給你立個專法 可是我們在觀察結果論的話 會發現 你什麼事情 說要立特別法 實際上你都沒立 原金法 底下所有的 該立的指法 幾乎都沒立 然後呢 就算立了 也效果不髒 他也把你邊緣化掉 變成什麼 變成說 你原住民 不但本來 政府告訴你說 因為我要給你特別保障 所以給你特別法 因為我給你特別的好處 所以我給你特別處理 就實際上 你連作為中華民國國民 一般水準的保障 你都沒有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到底是不是一個騙局 但這句話講有點重 但我很質疑 什麼都一定要特殊化的處理 這件事情 到底對台灣的原住民族來說 是好還是壞 什麼事情都把你切割開 跟一般國民分開處理 這是對還是錯呢 這一種 政策上 什麼都被隔離 什麼東西都被特殊化處理 那下場到底是什麼 我就想要提一個 這個 我之前觀察到一個 一個國家 很有趣 就是說 他是法國的屬地 那他以前 那邊呢 是有原住民族 也就是在新凱爾多年 他是在澳洲的東北邊 他土地面積大概是台南的一半 台南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他是一萬八千 然後呢 他人口只有幾十萬而已 就是人蠻少的 那邊有一個原住民族叫卡納克族 卡納克族他們在被英國人發現之前 他們真的很快樂 住在這島上 結果呢 到歐洲人來以後呢 就開始他們交換東西 那交換東西交換酒 然後他就發現說 我幹嘛在這裡交換呢 你們這些人這麼天真善良 活潑又純樸 英國人 這些歐洲人發現 我根本不用跟你 拿錢跟你換東西 我直接搶你的東西 發現這些原住民也不會 也不會反抗 然後最後呢 把他們全部弄成奴役他們 結果他們也乖乖的 就是說 好吧 這個 只要你不要這個 太過分 就算了 他們也都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 也去幫法國打仗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去幫法國打仗 那就打贏了 打贏了 到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夠了沒 一百多年了 我們東西也搶也被你搶光了 土地戰也佔光了 人也被你抓去當奴隸了 去打仗也剛剛打完了 然後呢 你是不是該放我們自由了 法國政府在這個 這個戰爭前啊 是確實在那邊 高喊這個民族自治 但是等到打完仗以後呢 他就不想了 那這些卡拉克人就是 人被欺壓到最底以後啊 他反抗了 他開始在法國 到處開始搞暴動 而且能搞恐怖活動 他放炸彈 法國政府這時候才說 好你不要再炸了 不要再炸了 我跟你談 然後他們才簽訂了一個協議 法國政府因為這樣子 他們爭取權益 爭取到可以自治 然後同時呢 法國政府把這些原住民族的土地 全部都歸還 歸還給這些原住民族 同時呢 在憲法裡面給他們一個專章 給原住民族專章 另外在法律位階裡面呢 也給他們一個特別的法律 的一個規範 叫法律的一 就是立法法 他等同於法律 原住民的特別的制度 然後同時他們也爭議到 明年其實早就應該要公投了 但是他們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明年 辛卡爾多年要公投 決定是否要鼓勵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地方的卡拉克人 我認為他們這一路過來的這個議程 很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參考 但是在台灣可能沒有知名度 那他們的司法上面有傳統盥洗法官 然後呢 行政上有自治政府 立法上有原住民族傳統盥洗法參議院 也就是說他們在 尤其主要是在民事上 全部都是適用他 只要你是卡拉克人 你就適用自己的 原住民族傳統盥洗法 然後呢 好玩的是 我們過去台灣常常在這個介紹的 都是英美法 我們比較耳熟的 想說是美加紐澳 英嘛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台灣很不幸是大陸法系國家 那跟我們一樣是大陸法系的國家 歐洲啊 他們的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主題他在這裡 他在這個地方 那他們也是適用大陸法系 所以在大陸法系的這個情況下 如何進行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很值得去參考 那因為他跟英美法的國家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呢 這個跟台灣的相容度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那我查到一些資料啊 那第一個主要是從1978年到192010年開始 他們為了要返還原住民族的土地 傳統領域等等 法國政府設立了一個中央級的機關叫做 農業發展暨土地治理署 那這個這個機關呢 他怎麼處理原來原住民族土地 私有化變私人土地的這些問題呢 國家邊預算收購 用市價去收購原住民族土地 他們買了880件私有財產 然後呢 把這些土地買來以後 再還給原住民 為什麼 因為這是法國造的地案 法國政府他們當時 把人家的傳統領域土地給賣掉了 所以現在原住民要跟他討的時候呢 他只好花錢把他買回來 然後另外呢 他們也立了一個這個很大的原則 也就是說 只要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他的土地就不受法國法拘束 他適用的是傳統法 然後另外呢 我們台灣現在 非常可能在明年開始要開始施行的 部落公法人 這個制度 在法國 他們 卡納克族 他們是有一個特別法 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用部落作為法人 他們是用氏族 因為卡納克族他們的 整個社會的形成 主要不是部落 而是氏族 是家族 例如說這個部落裡面 一個部落有可能有 陳家 王家 李家 可能是什麼胡家等等 那這些家族 他們本身就可以成立一個法人 他不需要跟這個同個部落裡面 其他家族一定一定要聯合在一起 那在台灣其實也是有這個問題 部落要完全的聯合起來 而且讓大家組成一個這個法人 我個人認為好像有一點難度 那法國他們的這個法治 因應卡納克族他們的需求 他們是給氏族一個法人資格 而不是給部落法人資格 所以他們的這個氏族 都可以成立法人 然後目前呢 運作才不錯 按這個相關的規定 我想說 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做介紹 那以上非常簡短的 針對這個傳統領域還有這個判決意機 他的這些後續的一個問題 所帶出來的問題 做一個很簡短的說明 那以上這個希望大家沒有覺得太活躁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老師 我們因為現在已經九點了 然後我想說我就不要再說太多的話 然後我想問一下現場的大家 有沒有問題想要來提問我們的檢委輪同學跟張惠宗老師 這樣 然後 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 但是我們就盡量是不要重複這樣 那那邊那一位那個 我想請教您的張惠宗老師 因為剛才講到那個法律位階的問題 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應該算是屬於原住民的基本法 相當於漢人的憲法層級 那麼 傳統領域劃設辦法 它可以違背基本法嗎 好 那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那麼 那麼在畫設辦法 它不管怎麼定 它既然不能夠違背基本法 那麼現在所宣佈出來的這個畫設辦法 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就單純就法律位階來談這件事 不談所謂的憲法 因為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就已經相當於漢人的憲法位階 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先再收集幾個問題 然後再一起回應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這邊 我想我一樣是請教張老師 就是 張老師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您整理出來這個原住民的一些在保護的範圍裡面 他應該是有這個狩獵權 採取土地權 以及森林藏物等等這些權利 這權利有沒有上限 譬如說 是不是可以營利為目的 只是生活所需 就像我們那個去海邊撿石頭 他其實是那個盜牽國土 但是其實他 他並沒有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去跟他自教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實 老師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原明會在跟法院做舉證的部分 其實他是失職的 因為你既然固有舉證的責任 去保護原住民族的一些權益權利 那麼 你是不是應該做善盡你的責任 那失職的人有沒有被究責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我們一直都在講說 原住民族同胞們是被欺負的是怎麼樣 可是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的原住民 原民會 我們的原住民的立委 原住民身份的監委 都在幹嘛 都在吃飯嗎 他們都沒有辦法善盡責任 那我們一直在這邊講 有什麼用 他們才是真的能做事的人 我們能不能怎麼樣 譬如說用監委的身份去 究責追究這些原住民 原民會他們沒有善盡責任 他們不能救責他們 不能責任他們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謝謝 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再收集一個 等一下 後面那位黑羽服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是親愛教育的教育女士 現在來受教育一下 然後我是1998年 就跟檢治安老師 在那個打理者那邊 對 然後來探親一下那個少主人 對 我想要回應一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傳統點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算是假議題嗎 還是什麼議題 反正就放出來 讓原住民物 像狗咧駝的一個議題一樣 因為剛就發生出來 我是哪一個年代的 你遇到這邊 哪一個年代的你遇到這邊 我覺得這是 一個讓原住民之間 互相需要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非常的不能道理 剛剛張老師有提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觀點 他就是說 以那個日本人來佔領的時候 所以的角度來切入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點 因為那時候日本政府他接收 台灣是接收清代的台灣 所以就是藩界以外的台灣 那所以他在 藩界這個東的這邊 他其實是用戰爭的手段 去取得的 他繼承是繼承清代的台灣 那他 取得台灣是用戰爭 所以 不要說那個三民條例 其他的那個 他的認知他就是 全部都是國有地 都是日本的國有地 所以我覺得 要劃分傳統的英語 就乾脆就是 劃分說 那個 日本人佔領台灣的時候 藩界那邊 全部都是傳統的 那這樣就好了 那其他再讓原民會處理 就可以了 那原民會到底是哪一處 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 剛剛有說有不處法人 或那個四處法人去 去處理 那樣就可以了 因為確實我們 現在中央民謀政府 他取得的公有地 也是從日本政府 取得來的 那日本政府 他就是沒有拿到人家的地 是什麼 他就把人家佔領 都用戰略的手段把人家佔領 所以我覺得 傳統領域 他其實就直接 直接 直接問中央民謀政府 不然你這塊土地怎麼來的 就是從 從日產來的 那日產就是從戰爭來的 對那我 我先回應到這邊 就覺得 應該是用一個 直接 直接制定法律說 確認翻街 那時候翻街就是傳統領域 就不要當原住民主在那邊 區號 然後後來確定傳統領域之後 到底誰要怎麼開發 怎麼使用 因為現在畢竟是一個 私有化的社會 那你要怎麼跟原住民 原本的那個 氏族法人 或是部族法人 去做調整 我覺得也是要 又一個問題要討論 所以我覺得 與其這樣就乾脆 就是直接立法 就是以那個翻街 承認日本這種 因為我繼承翻街以東 然後中華民國政府 又繼承那個 日本政府的民地這樣 最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 所有的獨派 應該站起來 要支持那個 原住民族那個 翻街以東 要自立起來 然後乾脆就成立一個原住民國 或 符合謀殺國 這樣就好 然後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 就跟符合謀殺國宣戰 然後又投降 然後那個 符合謀殺國 就佔領中華民國 這樣就獨立了 謝謝大家 我們問題真的很多 我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簡短的回應一下 然後我們再接著問 那我們請張老師回應一下 幾個法律問題 那還有原 還有那個 原民會的角色部分 也許我可以就是 看看 對不起 我聽問題聽得太入神了 剛剛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是原基法 喔小姐來了 謝謝 喔謝謝 那個 對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原基法它確實是 非常高的 那其實基本法本身 它的位階 我個人認為它就是已經 接近憲法 它比一般的法律的位階還要高 但是基本法有一個性質 就是它是比較普遍一般 而且它是一個方針性 大方向性的法律 那 所以本來喔 本來原基法 應該是 一個大方向的 針對所有的原住民相關的法律 它是一個大 大帽子蓋在上面 底下還要很多 例如說圖海法等等 這些法律還要立法 可是為什麼現在大家一直都在講 原基法呢 是不是底下的 該有的小孩都沒出來 所以大家只好一直去找那個媽媽 可是那個媽媽本來 其實它只是一個大方向的規定 所以導致啊 這個在法律適用上 產生了一個困難 你說我們在法律學上面 常常會發現 原基法的立法太過抽象 那法官無法適用 其實有法官在他的這個 一些研討會上面 也曾經提過這樣的論點 他說原基法規定太抽象了 我因為沒有辦法用 所以乾脆不用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有法官曾經這樣講過 那另外呢 也就是說 現在的這一個 依照原基法授權 而制定出來的這個法規命令 它確實不應該要違背基本法 那不知道您寫的 是不是指公有土地的這一塊 我個人啊 只能代表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這樣子的規定 確實是違反 法律的這個授權 也就是說它應該不要限於公有土地 但是呢我個人認為它 它法規裡頭應該可以寫 直接就講原住民族土地 但是它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它可以先畫公有土地 因為它比較好做的話 它先做 但是它在發布的法規面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不要限公有土地 比較好 謝謝 謝謝 這個角色獅子 因為我也不是監察委員 其實我必須也要幫 也不是幫啦 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原民會 可能也是蠻辛苦的 因為呢 大家可以去觀察原民會的角色 首先它的角色是有點矛盾 它到底是要站在政府這一邊呢 還是要站在原住民這一邊呢 它是原住民身分帶 它就站在政府這一邊 這已經讓我想到 那個賽德克巴萊裡面的花崗兩兄弟 就是你到底是要走產紅橋呢 還是你要去進入日本神社 所以我身為原住民族的一個代表 我是應該要去跟 因為你就是這個政權 你是來侵害我的嘛 所以我應該 我的角色是要跟你要權利的 可是我又站在政府裡面 那我到底是要怎麼去跟你要權利 這會變成有一個第一手 其他的角色有點雙重矛盾 那第二個是 他要負責的是什麼 他要負責的是 所有原住民的全部的事 那你想 漢人的政府裡面 所有事情 他是多少部位 內政外交 國防經濟 一大堆 那難道原住民不用嗎 當然也要 原住民的事情有關 內政外交國防經濟 一大堆 他也要處理 他只是一個部 他怎麼樣用一個部的規格 要去處理所有原住民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這個在規模上 以及人數上 資源上 都是明顯不足的 以這麼少的人 他要做所有原住民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點強人所難 那 同時 尤其是在現在的法制的規定 這麼不全的情況下 你要公務員怎麼做 不要忘了他們也是一班公務員 他們也沒有特別的那種 那種三頭六臂說 欸我一個人我可以 我可以 一個打十個 我覺得也沒有 那你現在法律也沒有 也沒有出來 我怎麼做呢 所以 所以法官當然他會質疑你說 你沒有給我 你沒有給我足夠的舉證 可是 如果假設 我們設身處理想 那站在他們原民會的角度 他會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弄欸 只是自己笨啊 就是 他們的角色 可能會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到底怎麼處理 其實 我個人認為 是不是能夠 事先溝通 事先再跟法院的法官 就是了解一下說你們要求 我們到底要舉證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這有一點就是要牽涉到除了事實問題外 你還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問題 那個等一下 我想先回應一下 不好意思 我想打算一下 其實剛剛張老師所聽的那個法院的部分 我先講一件事情 等一下 我先講 因為我要回應上一個問題 所以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下面的流程 就是 前面我們剛剛講到 如何從 就是對定於不明的傳統領域的那個時間節點 然後剛剛有 有牧師提到一個 呃 觀察是我們 是不是可以從日本市民政府 來接收台灣的時候的班地的範圍 那 呃 但這有一個很 我如果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證據跟時間點的話 實在是 對原住民來說 很很很棒的一個 呃 證據的來源 但事實上 問題 可能還會 因為不得不更複雜一些是 我們花東縱谷跟 的 幾個 幾個族群 像哥馬蘭 早吉萊雅 阿美族 悲南族 其實他們的 船長領域 生存空間 都不在翻地的範圍當中 那還有在日本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已經 不得不跟漢人一起生活 然後彼此短兵相接的 西部平原的平部族群 其實他們的生活範圍 也沒有辦法透過這個翻界的邊界來去 理解跟就是行訴 所以說 如果我們還必須要 這些族群他們面對的問題是 還必須要把他們的 呃 可找的正確時間 往前提到清代的 但清代的問題就是 他不是一個那麼明確的 一個那麼貫徹的 國家的力量 去執行他的統治 而是透過一波一波的 啃直的這些個人 這些家戶 這些商團 來到他在個別的區域去開啃的 所以他的面對的問題 其實又比就是 反對來的更加的 模糊跟不明確 然後這是一個補充 好 請最後先生 提到那個圓明會責任這個部分 我不是要幫圓明會說話 我是要把那個前因講清楚 就是說 前因其實這個案子的訴訟的 雙方案子的人都不是圓明會 所以圓明會從頭到尾 他都只是一個證人的 出公函的一個機關 他只是在幫助 幫助法院釐清事實 所以說法院問他什麼 因為我們在法院做久了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是法院的實際運作方式 對我們在那個case裡面 圓明會他只是立於一個 輔助的單位 也就是說 法院想要知道什麼 他們問圓明會 那圓明會他當然不會認為說 我是這個訴訟的當事人 我要全力的 在這個訴訟中獲得勝處 所以說 只要是輔助機關的話 所有的輔助機關就是 法院問什麼 我就答什麼 就這麼簡單 對於主管機關來說 他絕對不會去想到說 我要舉證什麼 各位要先釐清這件事情 那張生興法官 他在我們司法界裡面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法官 他的見解是 常常都是有主觀的 非常強烈的意見 他只能代表他個人意見 不能夠代表法官的意見 更不能代表檢察官的意見 我再強調一遍 張生興法官 在我們的體系裡面 他本來就是非常有強烈的 主觀色彩的人 所以說他會很輕 他會相較於我們來說 他會比較輕易的去批判別人 那他這樣子的人格特質 其實在我們的體系裡面 是很特殊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會非常謹慎的 就像剛剛張老師所說的 我們對於認定事實 認定一切 以及適用法律 其實以我們 絕大多數的法官檢察官來說 我們是非常謹慎的 如果是我 我絕對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去批判你 因為我會說你怎麼不舉證 因為他沒有必要舉證啊 他憑什麼要舉證 他只是一個輔助機關啊 那今天如果說我是張生興法官的話 那我覺得不夠我當然就像張老師所講的一樣 我就再追問 我就會再發一個公文 給原委會 所以你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 不是他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是那個法官的話 我並不是去責難原委會 說你怎麼趕快多 而是說我自己要主動 因為尤其是行政法院 他是採取職權調查 他當然就是要再發公文 然後我會說 那還有沒有別的 而不是說就這樣 那我就決定了 所以說大家要先 我現在常常 因為剛剛第一位發問者是說責任 那我們既然講責任 我們就要先弄清楚 責任何處而來 而不是我們看到一個黑影 就開牆就他 這個是我們台灣社會 一個很嚴重的很錯誤的一種想法 所以說這也是 我不是很喜歡張生興法官的原因 那不是重點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大家要歸咎責任之前 先要釐清整個來龍區嘛 那再來就是我真正的疑問 是想要問那位語談的小姐 對 那就是剛剛那位就是前一位 他有提到就是說那個怎麼畫 那個誰要獨立什麼 I don't care 但是我比較想要了解的是說 因為剛剛你有提到說 目前有700多個少族的人 然後有200多位住在日月潭那附近 那其他的那500多位是不是散落在各處 那如果三多在各處的話 因為這一陣子我也去政大民主學院 去學他們的民主學 那大概有一點點很粗淺很粗淺的評解 就是說所謂的傳統文化 因為它會受到文化變遷 就剛剛那位小姐講的 就是說它會有變遷的問題 那既然在變遷的話 那那500多位少族的人 他又已經離開了原居地 那我現在想要知道的問題是說 那那500多位 他們對於傳統領域的這個看法是誰 我想要知道的是這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剛剛請問這邊有一個大姐 這邊 其實我剛剛聽的那個結果 我覺得像維倫在幫助上族人 在畫他們的傳統領域的時候 或是我相信各族在畫傳統領域 一定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年代的不同 就是定年定期的問題吧 可能清朝時候還有就是日治時期 都是不一樣的 還有就是說 其實在我的觀點裡面 在以前的台灣 每一個部落就是你的國家 跟剛才張老師提到說 法蜀的有一個叫西克里多明有沒有 他們是用他們的士族 可是其實台灣部落 每一個族群有不同的士族 那每一個族群 可能部落跟部都之間 又會彼此攻打 他們的領域會因為征戰 或是各種關係囂張 其實那個定一個期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很困難 可能需要這個方向要先討論出來 才會有後面的 所謂傳統領域劃分 那個界線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 剛剛有一位先生他就提說 另外的五百多個人呢 其實這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參與這個 少人在畫傳統領域的過程 比如說你可能是在 你已經是整得是參與式的觀察了 那其實在我自己 在輔導部落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這樣的問題 漢人就是我們的漢文化的人 碰到異文化的時候 我們會比那個異文化的人還要異文化 你會對於保存他們的東西 你會比他們還賣力 這個是我們的悲傷 那可是我看到今天有 泰亞族的夥伴也出現在現場 其實我覺得這 不管是傳統領域 或是文化的消長等等的 其實都還是要你自己本身 你要出來 像譬如說張老師他是法律專業 他會幫助 可是真正好像我們 我們三菱知識我們漢人 絕對是比不上台灣的援助 可是台灣的援助人 在幫助自己的權力的 在爭取的時候 或是真正可以跟漢人相 可以互相抵抵抗嗎 或是Defense自己權益的時候 能不能拿出他們自己 有很有力的證據 或是能夠真正那個能力 我講是跟漢人 或是跟法院 或是跟政府可以相抗衡 就直接就是共管這兩個字好了 有沒有能力共管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蠻嚴重的 如果你真的是原住民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參與在這個其中 我想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跟我一樣 當年我是退出來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能力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我們現場其實不只派亞族 還有木農族 還有萬族 周族 就是我知道的 還有沒有其他現場的 我們也不只只有獎者可以回應 想瞭解一下目前那個 山里通過的促轉條例 那原住民的反應 你要 就是剛通過的促轉條例 那原住民的朋友 有想要援引這個條例 做一些轉型正義的事情 你想要問誰 不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就看哪位 都可以可以來回答 我們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那個 這位先生然後大姐 那 我也就先回答 就先回應一下那個 散落在外的五百多年少子的人 就是我覺得這樣講到就是 到底部落以前 怎麼決議這些公共事務 就是由誰來決定這些公共事務 少族傳統是他們會有 士族會有代表 然後跟頭目 那士族的長老跟頭目去協商 然後因為少族是 就是以男性為主的 所以就是由這些男性長老 來決定這些事務 然後再統一對外全部 但是因為這些士族 其實他會有就是經過時代的 那個力量的消載 所以他必須要跟現在的 法就是法定的組織 或者是像現在少族有 少族國泛發展協會 這樣統一對外的窗口 不然大家就會說他去部落 找誰隨便一個到人家 不管了 那現在是有協會 還有所謂的部落會議 少族有成立部落會議 而且挺滿久的 他是有經過就是 法律的那個認定 就是他的決議是有法律效果的 所以他在就是部落會議上 他其實會有就是一個明測 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設 多少少族人是涉及在余池鄉日月村的 他的人數到底是多少 到底有幾戶多少人 然後參與的必須要多少過一半 那參與的人必須要過一半 同意他才有辦法通過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 而且這個資訊是公開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是少族人 然後你要回來參與這個公共事務也是OK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決定就是畫好地圖以後 我講的今年10月的那場部落會議 就是跟族人說好 因為他的那個傳統律畫色 他必須要有六個種就是分類 就是包括竹林地 然後地區然後居住地 跟地之類的 六張圖秀出來 他重疊之後就是我們要公告的法定 範圍就是那2477公頃 對就是那時候由出席的族人 出席的護長來決議過半數通過這件事情 我們才有辦法上報 不然如果當天就是投票沒有過半數的話 其實我們必須要再一次修正 因為表示這個不是部落的決議 那這就是那500多個人知道有這件事情 因為是公開的訊息 他並沒有回來參與 那他就喪失了他的權利 就是我覺得這是傳統的那個力量 跟就是現代這種法治化之後的組織 他並行了一個結果 因為其實少佐尹也蠻有趣的 就是他開會就不是真的在開會 他其實開會就是一心事 但是他的決議的方式到底是什麼 他其實每天日常 就一直一直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 每天幾乎都會有 畫要怎麼樣畫要怎麼樣 你們這邊怎麼沒有畫到應該是啊 然後說沒有這是我們看投訴 然後就解釋一遍 然後他們就會找一些人 然後來就來決議這件事情 大家就會組成一個 關心這件事情的小組 然後由這些人來討論討論討論 然後就開會的時候 就欸我們討論是這樣 你有沒有意見 你沒有意見然後就通過 那就過半數通過 他就OK 這是他們傳統在決定 決議方式跟現代的一個 我覺得很還不錯的交流 就是產生了這樣的結果 對 就大概這樣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就是 就是我現在還算在就是 因為其實我的田野已經結束 然後我現在要進入寫論討的期間 然後我一直在理性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 我覺得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熱情很激動的時候 也會有那種很挫折就是 啊什麼都是我在做 或者是啊為什麼 有一次講說 有什麼活動的大家去參與 什麼之類的 這種心情一定不會有 可是不知道 就覺得做這種文化工作 尤其我們又是 就真的就是會有那種 參與異文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欸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趕快講啊 什麼什麼 我幫你記錄什麼 我就每天都這樣過啊 什麼好記錄 就像 你講 漢人的文化什麼的 我們也會覺得 啊你都這樣嗎 就是要拜拜要幹嘛 我就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很重要 這個怎麼好保守 啊就忘記就忘記了 就是覺得做文化工作 一定會遇到這類的事情 大概就是 你知道保持信念 對啊 對吧 然後 因為我也決定 我就是 就算畢業之後 也會繼續 待在那邊 就是工作一段時間 就是繼續從事這類的工作 對 把它視為一個工作 但是我覺得 那是一個生活習慣的選擇 就是到底要不要 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情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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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比較重點是 持續的參與跟 一起工作這兩個事情 那 嗯 我覺得有時候 我自己在使用 不管是 我很難說我去幫助 任何一個文化 因為 每個文化的主體 會有它的策略跟 選擇的過程 那 我也 雖然過去 過去也是參與了 一些 我覺得 輔導工作 但是 很多時候 更覺得 我們自己是在被 輔導的一個過程 就是 偉倫他從 大學時代在 阿美卓博 然後到現在在 邵卓博 其實看到他 跟博洛一起 成長的非常多 這樣 那我們現在還有沒有 我們最後一人 最後一人問題 我們想請 沒有問過的 還有沒有 尤其是 有沒有原住女朋友 要回應一下 沒有的話 我們就先 那邊 戴帽子 請 我 一直很沉迷的在聽這個故事 但是 最後 這個 阿倫 這個 這個 不 就是 我們 打扮 對 準備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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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點 點 點 你 你所知道的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為援助民族的這些族群 到底還要跟中華民國乞討多久 你的生命真的要繼續參與這種乞討的涅滅嗎 還要持續能夠持續多久 因為我聽到那個教授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 人家那個族群那個地方的人就是有人敢晃炮 中華民國政治體制下的這些原住民 有沒有人敢晃炮啊 想請問你你有沒有看到有人敢去晃炮 好原住民真的很忙齁 又要乞討又要放鬥又要抗爭齁 來那個這邊 謝謝 我剛剛有聽到蠻多東西 然後其實我是 喔我是閃光安康 我是佛女族 然後我所所的組織是原住民族青年陣線 然後可能就是做一個 就是我現在是比較想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回應 就是 其實從剛剛聽起來我覺得一直有一個感受性 就是說 大家一方面覺得原住民的事情很重要 然後一方面又覺得說 好像某種人就會質疑說 原住民自己很不努力 對 然後說不敢放炮 但是我可能要跟大哥說一下 就是 我今天站在這裡大概就是 就是 目前 原住民青年裡面 我們的組織就是放炮的代表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一直一直都在發聲 而且我們從來不是在乞討 我們是在拿回我們的權利 那今天原住民族的社群 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的事情是 第一個原住民的社群 它也不是同質性的鐵板有塊 第一個我們有非常多的族群 每一個族群的文化架構 跟它議決事情的方式 做事情的方式 認知土地的方式 執行記憶的方式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原住民族跟原住民族之間的差異 遠比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文化差異 是大了許多的 所以原住民這個詞 它本身就是相對於殖民政府而存在 不然我們就是難倒民族 不然我們就是不能族 不然葛道老師叫阿美族 不然以真就是馬卡道圖 我們為什麼叫做原住民族 它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於殖民 政府而存在的名詞 它不是一個 它其實不應該是一個人類權的名詞 所以你還是穿著他的外套在玩把戲 穿著誰的外套 我覺得比較說清楚這件事情 什麼就是中華民國自己跑來台灣 對啊 就是我會認為我們 比如說我比較想講的是說 原住民族今年在現在就是這幾年來 我們在說倡議的時候 我們一直會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原住民族拿回權力這件事情 不是為了要報復誰 或是為了要把誰給趕走 今天原住民族的傳統裡面化設 不是為了要叫漢人都去跳海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已經存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如何一起彼此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生活方式 生活習慣跟制度價值 創造一個新的制度 然後一起好好的生活下去 所以我不認為對原住民族來說 台獨是唯一的選項 那統一顯然不是選項 因為我們就是要背棄這種單一價值的壓迫 我們就是要打破這種單一價值的壓迫 但是打破的同時 如果台獨的想像裡面 只是為了要建立一個 另外一種形式的單一價值的話 那顯然這不是原住民族期待的目標 那再來我剛剛提到原住民族不是鐵板一塊 原住民族有很多歷史的破壞跟傷痕 造成在原住民社群內部 也有我們自己的矛盾 比如說現代的政府體制造成的這種 政黨政治的對立 政黨意識形態的對立 它是真實存在的 你不能說你想像一個原住民他出生以後 因為他就是原住民 所以他理所當然懂得他自己是誰 但事實不是啊 我們在整個教育跟真正的生活不同的過程 我們也在選擇 或者是被選擇 被放到不同的分類裡面去 我們也在慢慢的理解這些事情 所以他內部的複雜性質跟複雜程度非常高 比如說我們在抗議的時候 我們以前抗議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們是民進黨 那現在蔡英文上面 我們在抗議蔡英文的時候 他們就說原住民投票都投給國民黨 可是這些只是拿著你自己的意識形態 把別人推到另外一個意識形態 匡匡你的做法 那都是你們的自以為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隨便的把原住民族選邊分類在 就是其實你應該要來的是 要做到的事情是尊重我們 自己告訴你我們的選擇是什麼 而不是你來選 告訴我們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那你會說今天原住民族 如果選擇資本主義的邏輯跟遊戲 那他們就怎麼樣啊 那為什麼他人可以選擇原住民族 不能選擇 當然重點就是那個主題性 重點就是那個PCE之間的尊重 只是我想用一點點的時間分享 不然我一直在用大家示範 謝謝 我們每一個就是說 非原住民族的朋友 在跟原住民的社會或是個人接觸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經驗 那這經驗不能夠依偉著原住民族的整體 那我們每一個原住民族 在生命當中 會面對非常多的選擇 那這些選擇 有些是我們被迫有負擔的 有些是我們想選 但是被覺得不應該選的 那這些生命的經驗 這些選擇的過程 其實處在不同的位置上 我們應該要試著 我們應該可以就是試著放在不同 從對方的角度 不管對方的事情 這樣出去 今天其實只是另外一個 一個美國人 另外一個澳大利亞人 我們都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嘗試 去理解對方的思考 那對於原住民族來說 那當然不是 當然並不是民外的 那也不是要把原住民族 視為一個 好像永遠只能供奉在神壇上面 我們不去觸碰就好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特殊的位置 但事實上也是變原化的後果 當然也不是如此 那今天我們最後是不是可以請養 我也用30秒的時間 30秒的時間 來簡單做個最後的回合 那我們先請張老師 其實很高興就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真的很不成熟的看法 那我剛剛其實覺得 整個的問題裡面 有兩個東西 我是很想做回應 一個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我每次到部落去 與其說 與其說 好像我去告訴 或是教導 或是輔導 部落什麼 不如說我每次去都是我在學 我得到的東西比較多 而且呢 部落因為每個人都有他們很多 自己本來要做的事 而他放下他自己的事情不做 他來告訴你 我覺得這是一般 我覺得一般看來是做不到的 他比我們還要忙 而且他的經濟條件 不一定比我們好 所以我覺得每次我到部落去的時候 我都是 都是會 會蠻感恩的 如果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告訴我一些事 或是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的觀察是 我知道他為什麼而沒有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許有人會說 我也常聽到說 台灣的原住民為什麼自己不站起來 台灣的原住民怎麼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是說 台灣的原住民是不是 就是都在跟國家要東西 跟國家要保護 跟漢人要好處 這種說法其實我也是真的是蠻常聽到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種說法也許在我們更了解一些歷史 還有整個過去你被剝奪的過程之後 再回過頭來想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會有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如果例如說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現在的身上 今天來了一個改朝換代來了一個新政府 現在不是國民黨 假設是共產黨來了 他把你全家都給財產都沒收了 沒收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可能沒有辦法像現在過這麼好的生活 你就不像你過去三代累積的這些家產 讓你可以 我們大家現在還可以來喝咖啡吃東西 你開始就要過著沒有財產的生活 然後你要很辛苦的面對 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然後你這一代很辛苦 你的兒子也很辛苦 到你的孫子也很辛苦 其實這三代多少 多久 一百年嘛 大概是一百多年 所以現在原住民他現在面對的狀況 我覺得是我們這一些 我不能說是既得利益者 現在這個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我們比較難去體會到 所以如果是從這種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 我覺得大部分的一般的漢人 可能未必了解這一段歷史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段歷史 你又設身處地去想 他現在為什麼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還能說得出口說 你為什麼不站起來 你為什麼不會全力努力 你為什麼怎麼樣怎麼樣嘛 可能我們會多的是更多一點的 這一種同理心 就是說他真的很忙 他每天為了光要補口 光要賺錢 要為讓他的小孩子 能夠上學有補習費 他們也是人 我們也是人 我們要賺錢 他也要賺錢 而且他的狀況比我們更不好 的時候我們會更多一點的同理心 而且對整個狀況 為什麼要講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這件事情 也許在心裡面會多一點支持 那雖然在外表看起來是一個樣子 但是我們知道他內在的原因 還有整個歷史文化的因素的時候 或許我們會有另外一番的思考 這個是我自己的反省啊 其實這整件事情 我在整個過程中 也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面對這樣的聲音 因為我個人也沒有受到那樣的攻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比較從這個體諒 還有同理心的方向去想這件事情 好 謝謝大家 首先就是 謝謝大家 就是聽完我會講的部分 也是還在整理當中 那也是 因為之前也是在阿美族的部落邁過 然後阿美族的哨子 剛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一個人超多 然後一個人超少這樣 然後他們面臨傳統領域的問題 也是很不一樣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就是 一開始當然也會 因為畢竟還是研究生 然後進到部落人才會說 欸研究生 我畢竟還聽很多說什麼 來幫我們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不是啊我們要幫你們 你們會的都比我還要多 這個地方 這個土地 這個領域怎麼畫 或者是這些故事 你到底怎麼使用這些空間 你們都比我還要了解 我怎麼幫你們 我能做的就只是技術上 這些工具上的使用 我反而是在這些部落 在就是阿美族波也好 少族波也好 學到很多 他們跟這個領域上的 不管是動植物啊 或者是人 或者是跟政府 或者是種種的 協商也好 或者是利用這些物資 或者是這些共存 共處的方式 我覺得我都學到非常多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些事 不要就只是就是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會比較好 對啊 然後就是我覺得 常常會被問到說 欸你在那邊那麼久啊 你講別族的事情 可是你都是寫原上是漢人 就是常會被講到這一點 我就覺得說 就是你認不認為 你的 這個講到認同的問題 就是你到底認為 你是原住民還是你是漢人 我可以同時認為我是漢人 我也可以同時認為我是原住民啊 因為我真的比一般的漢人 還要更原住民 我真的比一般的原住民還要更漢人 就是你沒有辦法用那個血緣上 雖然我們現在定義原住民 是用血緣去劃分 可是你實際你的生活 你是怎麼過的 你是在部落生活 還是你在部落生活 也有就是 就是穿梭於兩個世界的人啊 你沒有辦法用那個一個價值 去定義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在從事這種工作 或者在部落生活 都好 就是我覺得是保持自己的那個 性感很重要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今天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一起思考 對原住民族更常領域的議題 那我覺得 不管如何 對話跟理解 都還是正在剛剛開始的狀態 那不管是原住民族 我們自己 或者是非原住民族的朋友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在 原住民族的權力議題上面 繼續一起努力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到來 我們今天的主辦大會是 就是 新平台 然後還有 固責咖啡館 還有原住民族文獻 雙月刊 那我們下禮拜六 原住民族文獻雙月刊 要先出發表會囉 大家如果對原住民族 一起有更多的 想要理解的地方 那我們也邀請大家 下禮拜六下午 兩點到四點 同樣在這裡 我們要把原住民族文獻的新書 在這邊作為了發表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 從主體的視角 從原住民族的視角來閱讀文獻 好 謝謝大家